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有些很簡單的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 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的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是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接觸到 就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二的地址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自然療法與你 這個節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目的是為醫療消費者 提供更多方面的醫療 以及健康的資訊 能夠讓你們在自己的健康問題上 處理的時候 作出最好的選擇 有個流行書榜 有本著名的書叫做 《蘋果魔鬼的經濟》 裡面說出我們的資訊不對稱 會導致我們的消費者很吃虧 什麼叫資訊不對稱呢 如果在香港 我們可以說 醫療的透明度不足 我們知道是很少很少的 我們自然的選擇性就少了 希望我們這個節目 可以給予多些選擇大家 主要目的 都是讓大家知道多少少 因為如果你知道少 無知就可以害人 我們經常都說 可大可小 簡單的 簡單的 輕的 可能只是時間 或者金錢上的損失 而嚴重的 可能會令你沒有了一條命 也會 因此 我們其實都要不斷去多些 去接收多些 了解多些 一些資訊 所謂 知道多些是聰明的 好 我是Dora 今天我和袁醫生 都會是你們的主持 我們有位 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位 聽眾 剛剛 傳了資料給我們 一個叫做 香港醫療事故資料庫的一條連結 你們都可以上網 我們都會貼上去給大家看 袁醫生 這個連結 剛才我們開咪前也看看 原來他說 紀錄了 由2000年開始 在香港 在醫療界裡面 所有曾經發生過 出街的事故 一些意外 全部的報道 很詳細在裡面 我們其實偶爾也有報道 我們這個節目 你都介紹了很多 亦都給了很多資訊 我們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 很多時候 一開始 我們都很多時候 都參考一下 香港近日 發生了什麼 醫療事故 從而評論一下 但這位聽眾 真的很厲害 他看到原來 香港有一個這樣的網站 記錄了香港 2000年以來 在傳媒報道過 我看到傳媒 每一個事故都很清晰 應該是傳媒報道 他收集了出來 將他全都放在自己的網站 那邊 我剛才沒有機會 告訴大家 那個網站 那個網站 是怎樣的網站 那個是 HKHKHCLIB 我想 它是 HKHCLIB.Wordpress.com Wordpress.com Wordpress.com 香港醫療事故的資料庫 很詳盡 很詳盡 很詳盡的 我們 納一納的資料庫 你可以看到 似乎 由2000年開始 報章上 能夠 刊登的 關於醫療事故的報道 其實越來越多 基本上是每個星期都很多 這個現象是否代表什麼呢 有時候大家都開始想想 是否只不過代表 現在香港的資訊的透明 比較多了 所以這些報道 就是報道出來多了 未必是因為最近 是增加得很厲害 一個可能性 但一個可能性 現在的藥物方面 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 或者現在的人 看醫生的行為 又有些改變 令到很多很簡單 無謂的事情 人們都喜歡用西醫的方法去處理 當然 原來西醫醫療方面 始終有個風險 你用得多 你便中招的機會多 但始終也是 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有時候 我們很多聽眾的來信 都是想知道更多 西醫方面的問題 是怎樣 大家能夠知道多少 我相信這個網站 起碼 這個網站是本地的資料 不是說外國資料 因為很多時候 我給大家的資訊 很多時候 都是我在外國的資訊 裡面 採集回來 所以我們 本地性的數據 我想這個網站 真的 很詳盡 它有不同的分類 其中 在它的大標題 網上第一頁 都有提及 原來世界衛生組織 都了解 現時西醫醫療 差不多是十大殺手之一 大家都分享過很多次 根據一本書 就叫做《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這本書 還沒有翻譯 這本書 也是一位西醫寫的 這本書 好像是我同學 以前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們一起讀同類療法 這是講80年代早期的 所以我很特別留意這本書 根據這本書 我們一向以為 西方醫療 導致的死亡 是排第三 其實根本是排第一 詳細的資料 這本書 希望大家 有機會去看多些 這方面的資料 雖然翻譯本未出 我們都慢慢地 可能將中文翻譯本 想辦法 當作一種電子書的方法 讓大家有機會 早些可以認識得到 根據這本書 西醫根本是第一大殺手 每年在講美國 講幾年前的數據 好像2003年的數據 有每年死在西醫手上 是789,630多人 這是一個很實在的數字 這個數字也是根據 醫學文獻裏面 我們都叫同行監定過 Peer Review Journal 不是普通的醫學文獻 它是一個同行監定過 水準比較高的醫學文獻 那些數據 實實在加出來給大家知道 但大家都了解到 根本很多醫療事故 很多人都不會去報告 即是不會去揭發 自己受了 吃了虧 很多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為何自己吃了虧 自己為何死了 無緣無故死 很多人都不會知道 所以估計真真正正報道出來 只是10%左右 還有90% 根本人全都不會說出來 就算所以你說 在香港這個網站 你看到的資料 每個星期都有很多宗 我都很奇怪 因為我都不再看香港傳媒 現在密度高了 好像每個星期都有 即是報道出來的 是的 多了 是很明顯的 你看回網上那些 你納入它的標題 你看到 我看到的 標題越來越多 你看到 我們經常說 2012年 可能是人類的大轉變 可能到時 人們開始要醒覺起來 懂得將這個 這麼腐敗的制度 腐敗的意思就是 我們今天有很多 有效的醫療方法 完全被這個制度打壓了下來 令到一般人 沒有辦法接觸得到 也沒有辦法 從而救到自己 這個資料 還有一本書 叫Politics in Healing 你就想網去 因為已經斷了板 我上次在Montreau 在書店 都很幸運 買多買了一本 我自己手上那本 是台灣一位教授 翻譯了之後 就寄了給我 那麼好 都融融爛爛 你翻譯了 你知道 每一項都很詳細 來掙扎 好了 接著我看了一本書 但其實大家想第一時間去得到這個資訊 自己上網 www.politics in healing 一個字而已 politics in healing dot com 其實整個網站就是買這本書的 這本書是2000年前 2000年 Daniel Hailey Daniel Hailey 是一位紐約州的 congressman 眾議院的議員 他都在這方面研究了很久 訪問了很多人 說了十宗 根本是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是他當時是怎樣被醫學界 政府衛生署怎樣打壓 是令到他消失的 其中一位醫生 他是一位科學家 那我在今年身為港的時候 我們也都去Montjuor 在Qubek 去探訪過他們 這些全部是很千真萬確的事實 不是憑空構思出來的 寫這些書的人都是有份量的 不是普通的作者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紐約州的參議員 很多時候 經常講 會員都是 然後資訊會員是越多越好 那現在今時今日 我們那個最新的人類的革命 就是資訊的革命 那因為互聯網的開始 那令到我們這些人 就是不會再受到資訊不對稱 或者資訊局限之下 是吃大虧 那我們這個節目 都是借了我們這個網台這個渠道 而我們接觸的聽眾 最近聽聞已經我們幾個節目 加加起來也有八百萬人的聽眾 那所以我們都很開心 雖然我們知道 認識到這個地球上 很多苦難 很多無謂的苦難 但其實最終最終 我們都越來越看得很清楚 我們是有一個很確實的解決方法 是 好 那我們繼續吧 我們今天好像最近有另外一位 聽眾有封來信 這封來信所問的問題 是幾多人都遇到的問題 那這位應該是先生來的 他不是二歲 去年有一早早醒的時候 就覺得小便有點困難 然後醫生檢查到它是前列腺 這樣的 那照我超聲波 超聲波發現有些漲大 PSA的指數達到18 那一天吃一顆藥的之後 那還回去又要組織檢查 抽些組織出來 那發現呢 幸好就沒有癌細胞 那這位先生他想請教Dr. Yuen 他說其實前列腺長大 除了吃藥之外 還有什麼比較自然的療法 可不可以在你的節目上討論一下 那前列腺長大 或者叫良性的前列腺長大 英文叫做 Benine Prostate Hypertrophy 那其實這個前列腺長大 是一個像Doughnut那樣形的 一個男性的性器官裡面的一個腺體來的 那這個Doughnut就是 是煮在我們那個尿道的膀胱之間 在那個尿道膀胱的下面 那就是包著那個尿道管的 書清管和尿道管的 那我們那個肌肉的收縮呢 就可以將這個前列腺 就是壓縮它 將前列腺裡面的液體 就是放入我們的尿道那裏 那我們的射精射精 其實精液就是前列腺的液體 當然精液裡面也有精蟲 滋潤的精蟲就是前列腺分泌出來的液體 那可以這樣說 那是男性的那個避尿系統 性避尿系統裡面 是最容易最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 那通常有三類的問題 可以導致前列腺出現問題 那第一就是前列腺炎 英文叫做prostatitis 那就是發炎 那就是前列腺本身呢 就是發炎的 第二種呢 就是benign prostatic hypertrophy 那就是良性的前列腺肥大 那這個呢 就是前列腺炎本身是長大了 但是就是沒有癌症的 那第三個那個現象呢 就是那個前列腺癌 那這位聽眾呢 都提及了 他做過那個細胞的抽取 叫bioxy 那還有呢 用了psa來看 那就發現是沒有癌症的 那他比較安心了 那但雖然沒有癌症呢 那始終前列腺長大呢 很妨礙你很多 就是小便的功能 那樣的 那先講第一類 就是前列腺發炎本身 那其實呢 那男性呢 不同的年齡呢 都有機會是出現的 那引發前列腺發炎呢 一個常見的起因呢 就是那個細菌的感染 那細菌由身體的其他部分呢 就進入我們那個前列腺那裡 那便令到他發炎 那第二種呢 可能他發炎的原因呢 就是那個 我們荷爾蒙的改變 因為隨以年齡增長呢 我們荷爾蒙都會改變的 那這種發炎呢 很明顯呢 令到我們又會有 我們叫做尿道呢 是閉塞了這樣 那令到我們那個 那個膀胱呢 不斷地長大 開始慢慢去軟弱了 那也都很容易呢 是尿道閉塞 導致我們膀胱軟弱呢 很容易呢 就引發這個這樣的感染的 那這種的感染呢 就很多時候呢 會可能呢 是令到呢 那個感染的問題呢 經過我們的那個 那個疏 就是那個疏 尿管 URETA 就直接呢 直接上去那個神那方面的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 尿道 尿道 所謂的前列腺炎 那有三類 一種是急性的感染性的前列腺炎 一種是慢性的感染性的前列腺炎 還有一種呢 第三類就是不是感染的 總之你發炎呢 但是你又就是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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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不到菌 啊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當然了 急性的感染性的前列腺炎呢 那個氣因都是由細菌感染 那通常的症狀呢 是來得很快的 那的症狀呢 包括呢 是我們那個膏軟 和那個肛門之間 有一種引到引引作痛的感覺 那可能也都會引發發燒 還有你的尿頻呢 那還有呢 是一種灼熱的那種感覺 那或者呢 覺得呢 那個膀胱呢 成了一種脹脹感 那也都有時看到呢 那個尿裡面呢 尿液裡面呢 有出現血 和或者是濃的 好了 那長期 他不會有些精兆先的 一理就理的了 通常 這個是急性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的 就是突然之間很痛 好像這位 這個先生 這位我們那個聽眾 講他的經歷 那他都是突然之間 一種急性的出現 嗯 好了 那慢性那些呢 都是一種細菌的感染 那症狀呢 都是很簡 很少的 就是可能是 經常好像 覺得那個膀胱發炎 膀胱發炎 那樣 就是尿道膀胱炎 那種這樣的症狀 那從剛才那種急性那些呢 就是那個症狀 有一點會不同的 嗯 那當然啊 膀胱炎的症狀呢 都會覺得尿頻啊 脹脹啊 灼熱啊 那這些症狀都會有的 好了 那第三類呢 就是不是感染性的啦 是吧 顧名仙義 就是他不是和細菌感染有關呢 那喜恩都不知道的 暫時 就是所謂都不知道啦 那在我們的看法呢 很多時候呢 都很可能 那些人有情緒的因素啊 或者我們的敏感啊 食物敏感呢 也都很多時候呢 是導致很多種 就是 無形的 不知為什麼的 無靈兩可 這些這樣的慢性的症狀啊 就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的 那樣 那我們會考慮其他方面 那當然啦 那它的症狀呢 都會包括尿頻啦 那可能有些半痛 有些痛症啦 那或者呢 在射精之後有少少痛啦 或者下腹有少少痛楚的 那不論什麼都好啦 所有類型的前列腺的發炎呢 如果你不去醫呢 那慢慢會導致那個什麼呢 性無能啦 還有呢 那個排尿有困難的 嗯 嗯 好了 那 慢性的前列腺的肥大呢 可以這樣解釋呢 就是我們那個前列腺 是慢慢的慢慢的 漲大的 通常呢 五十歲以上的男性呢 有一半都患有這種這樣的問題的 而七十歲以上的男性呢 差不多有四分之三呢 都會出現這種問題的 那所以呢 那數目是非常之多的 那通常五十歲 或者差不多年齡的人呢 那他們那個 所謂那個 那個高軟素的荷爾蒙呢 那種free testosterone 那種水平呢 就是高軟素的 自由那個高軟素的水平呢 是會慢慢減低的 嗯 而進而呢 其他的荷爾蒙呢 比如好像prolactin 吹雨素 或者Astrodiol 是一種的刺激素的一種呢 就會相應呢 就是增加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會出現呢 我們有一種的 一種高軟素呢 叫做Dihydrotestosterone 叫做Dihydrotestosterone 這種也是高軟素的一種呢 那這種高軟素呢 那這種高軟素呢 是一種很 就是一種很 性能很強的高軟素呢 在我們的前列腺那裡 那這種高軟素的出現呢 就會導致呢 我們那個前列腺那個細胞呢 是不斷地增生呢 是慢慢呢 是形成那個前列腺肥大這個問題的 嗯 那好了 那雖然呢 就不是癌症的啦 那但是呢 始終前列腺長大呢 也都是很困擾的 也都會製造很多問題的 嗯 那因為呢 如果它長大到太大的時候呢 會直接呢 是令到我們的尿管呢 是閉塞 是妨礙我們排尿啦 嗯 還有呢 我們令到我們的膀胱呢 整天都 就是摸不清那種感覺 你摸完這樣 很困擾啊 是啦 整天又想摸 大家都感覺到很困擾 是啦 那種尿急那種感覺呢 整天都不掉的 你摸完又是 好像都未清 還想摸這樣 那樣子 這樣是非常之 非常之困擾的 是的 還有呢 那如果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的腎呢 都沒有辦法清走那些 那些儲蓄的那些尿液 那如果那個壓力 在腎的壓力越大的時候呢 可能呢 腎本身呢 都會因此而受損的 那你知道呢 腎是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我想那些人都不想 腎都壞了之後呢 又要洗腎啊 之類的那樣子 那所以呢 那當然呢 那個膀胱炎呢 也很多時候呢 跟我們那個尿道 那個前列腺炎 和那個前列腺漲大 其實都有關的 那所以 最容易最容易 最容易見到的症狀呢 就是膀胱 膀胱好像 尿急急啊 尿急急啊 尿頻啊 摸多少摸不完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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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 就是這個問題 那 症狀一直這樣 增長的時候呢 那 有些人呢 晚上就要 要 要 就是整天都睡得不好的 那搞到呢 睡眠都受了困擾了 那 就是早上晚上就整天 就起床起床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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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呢 嚴重一些會痛啦 灼熱的痛啦 那 那 甚至乎呢 就是有些人呢 在症狀的時候呢 很難 很難 開刺的 他站在那個尿尿尿那裡呢 那 站到很久才能症狀的 我記得有一齣荷里胡 有一齣戲呢 都是講 一個警察的爸爸呢 就是有這個問題的 那 那他每次有媽媽症狀是很痛苦的 那 他作為警察的那個兒子呢 都是因為呢 看到那個爸爸患了這些病呢 那就需要一些錢呢 就是 做了一些犯法的事 那些出去裡面呢 都很暴徒的 你看這個老人 可能他見到他太慘了 很辛苦 是啊 還有可能你剛才說痛呢 褲都穿不了 那種痛得是痛得很厲害很厲害的 我 我早年在多倫多行醫呢 我很記得一個病人 那 那他呢就是那個 那個 尿道嚴 可以這樣表面看的尿道嚴 他都五十多歲 五十多歲 那樣 那他就拉了一匿尿 給我看呢 整匿尿是鮮紅色的 就是很明顯的 吹得很厲害的 那他當時呢 就捉住我的手 我很記得的 這個男人 那匿尿呢 他就是他在家裡拉了出來 那他拿了一瓶子裝出來 是鮮紅色的 然後捉住我的手 在那裡苦苦哀求我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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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在做 你看到那種警方 那其實痛得很辛苦的 那我當時呢 我就配了一個同類療劑給他 那始終呢 我也很難說 每一次配藥 是不是一定 那一劑是對的呢 是不是 如果萬一不是 那時候他怎樣呢 他已經痛得那麼辛苦了 那我就說 我說好啦 那療劑我們配了 你現在快快去吃了 那不要緊啦 始終你去急症室 你可能都要去的 那你不如呢 就吃了療劑之後呢 自己慢慢駕車去 多倫多的 就近的醫院裡面 去看看怎樣 那最後呢 那這個案子 就下一次呢 他來覆診呢 他告訴我 他說呢 他駕車去到急症室 未到急症室 他痛了已經全部好了 哇 那你看一下 那路程 我想都不會很久 是說了 十幾分鐘的事 那他那種直接痛到呢 直接瘋痛啊 癡痛啊 然後那些療療 全部都是血 多得於我們呢 生的暗瘡都不同 你想想 多痛 暗瘡和這個痛 我想差到天同地 是呀 是呀 在裡面痛出來的 是呀 所以很多時候呢 有些聽眾 或者很多人 一般人都經常以為 自然醫療的工具 是慢慢來的 那看你用什麼工具 譬如用食療啊 或者營養療法呢 那很可能會慢慢來 但都未必一定 我也都遇到有些 有些情況呢 那個膀肝炎 尿道炎呢 就吃那個 喝那些 那些 蘑菇汁啊 喝一兩顆 這樣就 即時幾分鐘 搞定 我想你洗藥都沒有那麼快的 那所以 就是視乎什麼情況啦 看看你配搭的藥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是 很多問題呢 是可以很快很快 就處理得到的 那是不是這麼幸運 真的一劑就搞定啊 在她那個案子呢 就很明顯啦 她的症呢 就是 她的症狀可能很突出 很明顯啦 那她當時 我就用那個療劑呢 我 我只有有機會給她一劑而已 那她就 她吃了之後呢 就慢慢 都去醫院等下啦 排一下排隊啦 我都不知道 你會痛得這麼辛苦 怎麼辦呢 那她的結果 她說是呀 去去去呀 她的途中已經痊癒了 你會不會 如果真的吃了醫院那個 那她通常幫你止痛 那她才去再看你 那效果又不突出的 其實 很多時候呢 有些人呢 就以為去醫院裡 吃了止痛藥呢 就可以 至少控制得到 其實很多人 很多情況是未必的 因為我們事實上 我們看過很多的病人 我記得有一個病人呢 是那個 就是那個肛門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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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痛法呢 他看到很多醫生 做過還有手術 都是完全都痛了都控制不到的 那所以呢 真真正正能夠 治療自己呢 是自己的身體的本身 那個 那個 與身俱來的力量 那我們只不過用療劑 來啟動它 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知道大家一直想聽下去的 那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大家可以去休息一下 好 稍後見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有幾個多月的健康自然健康 LOOK! 剛剛DOTY UN都解釋了很詳細關於療療善療的類別 這位先生很明顯看到除了西藥 他可能不太想吃西藥 所以他才寫這個信來問Dr.Yuan 其實他知道了一個原因 營養素方面在同類療法裏面 有什麼可以幫助他 其實袁醫生我想你可以回答聽眾 有些自然療法工具其實很多很多 先從營養素各個角度看 首選我們要做的就是抑菌 抑菌是可以把刺激素的新陳代謝物質化解 抑菌裏面盡量用一些不是牛乳類研製出來的抑乳酸菌 第二種是Cocytin Cocytin是一種抗消炎和抗流種的一種 一種施殺那類的 我們都用在鼻敏感都經常用的 Cocytin 這類的微元素這種抗蜜鹽 出現了很多癌症 尤其是在澳洲很多癌症 他都認為因為澳洲的土壤裏面 缺乏這種西 這種西當然本身有抗氧化的功能 是保護細胞 避免毒素來侵犯來傷害 Cocytin加上維他命衣食的效果是更加好的 除了西就維他命B雜 尤其是加上維他命B6 主要的維他命 比如50mg 主要維他命是23次 你知道維他命是水溶性的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過量的 吃多了會排出來的 自己的身體是水溶會排出來的 剛才我們說的Celenium 它不可以過量吃的 通常你跟著那個瓶的指示 分量去用 就不要過分去用 跟那個B雜有些不同的 跟著星和加上那個銅 星大概每一天就是80mg 就盡量一天就不要高過100mg Corpers也是3mg 那星的不足已經被科研證實 跟我們的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炎 甚至乎前列腺癌症 都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是很重要的 在星方面 好了 其他一些都非常之重要的 例如阿麻子油 乳油 或者阿麻子油 Essential Fatty Acid 脂肪酸 這個是對我和我們那個 前列腺的功能 很有幫助很重要的 跟著就是那個蒜 蒜 大蒜 是我們煮菜的蒜 是的 煮菜的蒜 一天都可以吃多一點的 現在有些軟狀 有一間公司 Wakunaka 那間公司 是出產一個蒜的產品 叫Kaiolic 很出名的 都有幾十年歷史 它是沒有味道的 這種蒜 尤其是蒜 可以當作一種天然的抗生素 有什麼大股蒜味 你剛才說的 如果你吃一般的蒜 那當然會有 但也有些產品 除了這些味道 其實我覺得 當你要處理身體的健康問題 都不要太過著意 介意 是的 你真的希望它 為你保健 幫你的問題 處理了天然的抗生素的作用 所以應該都不要太過緊張 除了之外 有些不同的氨基酸 L-alanine L-glutamic acid 還有L-glycine 這些都是一種氨基酸 幫助我們身體 維持我們前列腺功能 正常的前列腺功能 另外一種就是MSM Maphyl-sophonyl-maphane 這個我們過去也介紹過 是處理痛症 就是腰背痛 很有幫助的 現在發現前列腺肥大 或者前列腺炎的痛楚 和發炎都有幫助的 俗稱叫MSM 好了 另外一種工具 叫做乙型補型 在西方也有這樣的營養素 由前列腺本身的腺體做出來的 叫做Raw Plastic Glandula 用乙型補型的概念 然後維他命A 加上胡蘿蔔素 維他命A的份量5000-10000的國際單位 或者400的國際單位 全部都是一種很有效的 很強烈的抗氧化劑 加強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跟著 維他命A 我曾經說過 服食Celenium 和維他命A 都一起服用 維他命A的份量 一天 200的國際單位 或者400的國際單位 每天吃都可以 這些全部都是抗氧化劑 加強免疫能力 這些就是營養補充劑 除了這個 啤梨 我跟大家都說過 我們吃生果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過去習慣都是蘋果香蕉餐 鯉 但其實真真正正是有效的 起碼在健康上非常之有效的 抗氧化劑 是啤梨類 Raspberry 桑葉 蘋果香蕉 藍莓 黑桑葉 士多啤梨 也好 在外國有很多新的資料 如果你吃水果 盡量吃這種啤梨 現在很多的果汁都有這些 當然是貴一點的 但始終健康是無價補的 自己有錢都帶不走的時候 用在自己健康身上 好了 紫菜那類 Kalb Kalb 即是海帶類 因為它有很多抗物鹽 我們身體需要的抗物鹽 接著就是卵輪脂類 卵輪脂類 可以用粉狀 我們通常是充飲用的 或者用Capsule的膠囊狀 分量都是視乎你的產品 譬如Granule的粒狀 可能一湯匙 一日三次 在飯前吃 都是幫我們的細胞保護 好 接著呢 尾和鈣 都可以用的 亦都是一種 保護我們的前列腺功能 這些抗物鹽 當然我們不可以缺乏 缺少維他命C和C柵 分量大概1000-5000mg 一日 維他命C應該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什麼維他命都不懂 唯一就懂就是維他命C 我每日都會吃B和C 基本功 最基本的東西 是的 沒錯 這是一個非常大路的工具 除了營養素之外 我們大家也知道 很多草藥 我們所討論是西草藥 我們所討論是西草藥 很多的茶包 被利尿的茶包 利尿的茶包是市面上很多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有一種叫Bucho Bucho 中文應該叫合香葉 還有Corn Silk 即是粟米酥 香港有時在中藥財布 有時都找得到的 或者甚至乎你買粟米的時候 將那些酥 就炆出來煮一下它 通常會把一包給你煮的 是的 要全部利尿的工具 還有稻松子 Juniper Berries 香芹 羊香菜 Parsley Slippery Elm 這類的魚樹 魚樹的樹皮 然後Juniper Ersi 是松果 所謂紅果 Juniper Ersi 這些全部是一種 天然利尿的草藥 以及幫助我們 加強尿道的植物 還有Bilberry 和Burge 都可以幫助我們 清殺菌 Antiseptic 來到我們的尿道 清殺菌作用 中國人的人心 對我們的前列腺 和我們的性功能 那方面都會有幫助 Echinacea 和Golden Seal 很多人認識西方草藥 都會懂得紫草花 Golden Seal 抗病毒 抗細菌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 當我們受到感染 真正的前列腺 可能感染的時候 都可以有幫助 那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都有很多草本的工具 例如Gravel Roots Hydrangea Sea Holly 有些人 是 倒閉了 來沖水喝的 Marshmallow 還有 橄欖葉 橄欖葉 現在市面開始 物流行 現在開始 最新發掘的 很多方面的資訊 橄欖葉的精華素 Olive leaf extract 還有Natto Tumari Tumari 薑黃素 我知道了 薑黃是幫助我們抗炎的作用 還有一些就是Horsetail Horsetail 是一種馬尾草 很少份量 是給了一種收斂的作用 尤其是給一些人 尿到有些出血 或者晚上尿頻 也可以加上Horsetail 草藥 草藥 種了Pigeon africana 市面上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草藥 非洲 非洲 和Sopamito 和Sopamito 鋸草 這些在市面上 如果你有機會去到健康店 你買這些 我前列腺有些問題 肥大 通常都會介紹這兩個產品 他們的效果 在外國做過 至少在控制尿頻的症狀方面 和吃西藥的Proscar 是一樣有效的 雖然前列腺縮的程度 未必有Proscar 但症狀的舒緩 其實是一樣有效的 除此之外 其他就是Cayenne 紅椒粉 和Force Unicorn Roots 全部是對我們的前列腺 是很大的幫助的 剛才你說馬尾草 夜尿頻的那些 其實是否女士都可以 女士的可能性 女士的可能性 是膀胱炎的機會比較大 女士有這種 我們會建議 Cran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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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效的 我的經驗 有時候 那種痛 痛到刺痛 消滅痛 Cranberry一吃之下 幾分鐘就控制了 所以Cranberry的效果 是比抗生素更加好的 我已經做過很多方面的研究 就算有時候 買那些市面那些 超市買的Cranberry 都效果一樣OK的 當然市面那些Cranberry 通常加蘋果汁 因為要不然Cranberry很酸 如果不是 你真的買到Cranberry juice 的時候 通常要多加水 始終水是很有幫助的 這個就是我們草藥 西草藥方面的處理 前列腺炎 或者前列腺肥大 除了之外 我們說食物 還有衣食同源 我們食物方面 有什麼要做呢 喝多點水 包括Cranberry 因為Cranberry 對你的尿道感染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你知道前列腺炎 和尿道感染 很多時候都會有相關的 盡量減低我們身體的膽固醇水平 有些文獻的研究發現 原來高膽固醇和前列腺的問題 很多時候是有相關的 什麼原因都好 是有相關的 所以用一個方法 將膽固醇降低它 也都非常之有效的 好了 在急症的時候 譬如你手上什麼都沒有 那你自己有什麼可以做呢 可以做水療 水療有很多種方法 如果你有浴缸的時候 你可以用很熱的水 即所謂坐 坐浴 坐浴 熱水坐它15分鐘 即30分鐘 一天一兩次 即能夠忍受熱度的熱水 另外一種 可以用花灑淋 譬如你家是沒有 或者當你是沒有浴缸 用花灑淋 下腹和盆腔的位置 用冷和熱來交替 三分鐘熱水來噴 接著用一分鐘冷水 通常都是用冷水來中止 這種水療 譬如你可以 一個屁股坐在熱水 但腳真的冷水 三分鐘 接著就轉一轉 坐冷水 腳屁股坐冷水 腳浸熱水一分鐘 其實整個概念 就是出進前熱線的血液循環 通常用冷熱的交替 大家都有機會 可以做很簡單的實驗 你去沖涼涼 沖涼涼涼涼涼後 是不是人身體上反應 突然之間覺得很生氣 很生氣 所以這是一種水療 水療的目的 是用水的溫度 來刺激身體的血液循環 或者淋巴的循環 食物方面 南瓜子 最近的Halloween 很多人都有做過南瓜 如果在外國 剛好我在LA 有個家庭 看到他們兩個小朋友 自己做南瓜燈籠 很多瓜子 大人把它曬乾 因為瓜子很大顆 所以南瓜的RAW 不要煮熟 不要整熟 是RAW的南瓜子 有幫助 當然了 現在在健康店 我們都有南瓜子油 在男性的 我們叫Mans Oil 除了阿麻子油之外 我們都混合南瓜子油 女性我們用阿麻子油 混合月見草油 日常生活中 煙酒當然很明顯 盡量去減少 咖啡因的食物 盡量去減少 還有水裏面的 氛和氯氣的水 都盡量去減少 所以水是很重要的 我們身體的細胞 大部分都是水分 所以處理身體細胞的水 有時候更重要的 其他細胞裏面 所含的實物 辣的食物 和垃圾食物 盡量減少 當然 我們空氣裏面的 污染物質 那些砂糖藥 環境污染 都一定要盡量減低 前泥腺很明顯 和尿道有關 喝水 大量喝水 如果你沒有Cranberry 就這樣喝水都有幫助 有Cranberry juice 當然是用Cranberry 如果有時候未必買到 果汁 如果你買乾果 Cranberry乾果 自己都可以做 拿玻璃瓶 把乾果放進去 來浸水 在雪櫃那裏 可以製造自己的Cranberry juice 當然大量喝水 運動不可缺乏 最簡單的運動 當然是行路運動 有些人踩單車 就小心 因為始終單車的座位 男性的座位 一般的設計 都會堅持著 下陰部位 在現在你的池電線 有問題的時候 單車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踩單車的人 就找一個單車座位 是中間有開的 有一個開的 我看到那些泄位分在兩邊 對 這就是幫助男性用的 如果有前列線長大的人 在用藥 西藥方面要小心一點 很多那些 over the counter OTC 那些雙風藥 或者抗敏感藥 這些很多時候 裡面有些成分 都會引致你的前列線 突然之間發炎 雙風藥 都要小心 嗯 最後呢 簡單一點 就要避免 在一個很嚴寒的地方 暴露 大家知道 冷的時候會怎樣 大家會急療 打療症 這樣 所以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醫著方面 不要令自己 凍傷 好 嘩 聽了很多 余醫生的資料 那 還有什麼補充呢 其實 是 我們看到 同類療法 差不多 在這方面 效果是非常之驚人的 或者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 那個 案子 那個案子 就是在多倫多 那裏 多倫多 那裏 遇到這個病人 那個症狀 這個都是很多年前 我那時候都在80年代 早期在多倫多行醫的時候 遇到的 其實我香港都遇過 一些病人 其中一個病人 令到我的印象很深刻 那也是炎長的男性 那他就是在尿道 就是無法治療的 那他經常就要拿一支 有支 尿管 到尿管 就插在這裏 那你知道 那他說 每次插的時候 就放到尿 那你不可以整天插在這裏 那跟著呢 就要拔出來 拔出來沒多久 又閉尿了 又無法治療 那很辛苦 你試一下 尿塞在那裏 很痛苦很痛苦的情況 那最後呢 他試過幾次不應 那醫生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 即是直接 直接一支管裏 製作一支 製作一支 可以嗎 即是不是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總之呢 他就要考慮 就索性是這樣 我要直接這支管裏 因為我怕我拔出來 直條管在尿道裏 直接一種新的 直接是permnen 中直了在裏面 就不是 拔出拔入 那樣的用法 但他就不想 寫支管裏面 即是寫支管裏面 即是寫支管裏面 我想問他有沒有彈力 一定會很不舒服的 對 那當時就要作出這個決定 他就在我們的診所裡 就說出這個問題 那好了 那怎樣呢 我作為這種緊急 始終我們 大家應該都理解 不到緊急 不到最後關頭 都不會出現在我面前 那他們呢 那當時我就要幫他找一個療劑 那我記得找到一個同類療法的療劑 那主要的症狀呢 就是前列腺的發炎 那長大呢 最主要是拔尿 拔不出這個療劑 這個療劑呢 這個療劑呢 是雪末菲拉 雪末菲拉 是一種同類的療劑 叫做梅粒草 我們翻譯就是梅粒草 雪末菲拉 那這個療劑呢 除了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療閉 即拔不到 那還有一個症狀呢 他覺得呢 在那個匯音呢 是江門和那個 高院之間的位置的匯音呢 就有一種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波形的人頂住 頂住這個症狀的 嗯 那這個呢 結果呢 我給了他之後呢 是非常之 他很幸運 結果呢 就拔了一支管之後 完全沒有再出現問題了 那我都覆診了他兩三次左右 那都是好幾年前的事 那沒有再聽他講回來 然後出現了問題 那就是同類療法呢 很多時候呢 在這些手術下 可以避免那些人呢 是進行 就是可以避免一些這樣的手術的 那所以同類療法的療劑呢 其實這方面的工具很多 那那 除了這個是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那或者我或者 跟大家呢 介紹一下呢 有些很特別的症狀 因為同類療法配藥呢 譬如我們簡單的一本書裡面 所提及的療劑呢 可能處理這個療劑 有成十幾二十 有十隻療劑可以幫得到的 那我就要辨證了 那這個療劑 有什麼特別的支柱呢 那有一個呢 叫做Perara 就是中文叫做防紀根 或者石新藤 那這個也是年紀大 長者 就是療到前列腺肥大 而導致療療不出的 那那個症狀呢 就是同那個 剛剛所說的那個 那個梅粒草呢 都是療不出的問題的 那當然呢 那種痛法呢 就是那個前列腺後面呢 就是療完後會很痛 那種痛呢 會射痛的 射到那個大腿的部 就是向下咬到大腿的 那療療呢 就是死骨療 死骨療骨療的 但是一個很有趣的症狀呢 就說呢 這種情況呢 那個人呢 就需要蹲在那裡 或者呢 要向前傾 頭頂著牆 這樣呢 就跪在那裡 才能夠療療出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病人呢 他說呢 他說呢 我療療不到的 我要跪在那裡 我跪在那裡 趴在那裡 我才能夠療療 或者我要跪在那裡 趴在那裡 甚至頭頂著地下 才能療得到的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如果我們遇到一個病者 是有這種這樣的說法呢 肯定呢 這個Pirala 是一個很有效的工具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同一個療法呢 是處理前列腺的症狀呢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 那譬如有一個叫做水瓦 水瓦這個療劑呢 是哪一類的前列腺呢 如果這種是慢性的 肥大性的前列腺呢 經常都是有少少液體滲出來的 甚至乎肝門 都有一種這樣的液體 這樣滲出來呢 這種這樣的症形呢 是叫做側水瓦 還有呢 這個呢 可能曾經是有個臨病 臨病之後呢 拿藥按了之後呢 就出現這種這樣的症形 當然呢 蘇伊爾的症狀呢 有時候呢 就是炎長的症狀呢 有時候呢 就是炎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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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炎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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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效果是驚人的,快到你驚人的 大家都很清楚,剛才關於袁醫生解答 有關前列腺的一切資料 以及如何保持我們的身體各方面 袁醫生提過有些書籍的 大家都可以在討論區找到相關的資料 如果你對於產品上想了解多些 就可以直接去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網站看 大家也可以寫下 www.naturalhealing.com.hk 就是 naturalhing.com.hk 下星期大家記得回來這個節目 繼續有自然療法與你 下次再見,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站 www.naturalhealing.com.hk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